汽車開在國道一號南下的中線 開著開著前方竟然出現一個 長方形立體大物 駕駛根本閃避不及 硬生生撞上劇烈搖晃 不明物體還卡在車頭 駕駛停靠路間 下車一看大傻眼 紙箱破一半 裡面竟然是10公斤 直立滾筒洗衣機 車主上網PO文 表示20號晚間11點40分左右 國一南下342K高科路段 有人洗衣機掉了 因為不只機器變形破碎 被他的車頭保險桿也遭殃 他也拍下網購平台 跟物流公司的名字 請大家協詢物主 物流公司表示是安裝廠商的疏失 後續會跟車主商討賠償問題 不過10公斤重的家電 掉落在國道已經觸法 車輛載運物品 因嚴密覆蓋 捆渣勞固 如有違反 將一道路 交融管理處罰條例 第三十條 第一項二款之規定開罰 儲計車駕駛人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罰款 載運洗衣機沒綁牢 廠商除了要吃紅丹 還得賠償車主損失 畢竟大型家電掉在國道 很可能造成嚴重事故 三天新聞黃大衛 無會事還搞什麼的 他沒想過 雲 二十五萬元 第二十五萬元